第1章 北京时间10月5日,NBA季前赛继续进行,湖人主场迎战国王,比赛一上来,国王板刻为主,先是福克斯连进3G3分,之后,希尔德又接上火力, 加上湖人接人失误,他们各种攻防转换,一度压着湖人打,好在,詹姆斯在第二节末端开始发力,但结婚下12分,帮助湖人打出一波流,成功将比分反超,此后,双方进入胶轴阶段,米莱布偶交替反超,一度像是奔着绝杀去了。 不过,英格拉姆突然站了出来,连得4分的同时,还连续防下国王的边线发球,最终,湖人128比123战上国王,全场比赛下来,英格拉姆31分9个篮板,詹姆斯18分,哈特17分,库兹马17分6板,国王这边, 福克斯18分5助攻,希尔德16分3篮板,贾尔斯14分8板,巴格里19分10板,不得不说,这场比赛的最后真是太精彩了。 不过,替补席上的情景却有点不一样,湖人这边,龙多一只站在场边指挥着,国王那边,主教练乔尔格站在中场附近,心急如焚,值得注意的是,25秒落后3分。 雷诺兹只球进攻,龙多一只抖腿,小伙子,别紧张啊,在末节还剩不到一分多钟的时候,英格拉姆带球过半场,强突进去,一个背后运球,直接后仰跳投,皮球映射入网,湖人反超一分,时间只剩下41秒,国王叫暂停,暂停一回来,龙多就站在雷诺兹旁边,一直,指导着英格拉姆该怎么防他。 结果,连续放下三次,等到第四次的时候,龙多先是在英格拉姆,身旁嘀咕了几句,之后,面向雷诺兹,一只抖腿,詹姆斯麦基等人彻底笑嗨。 而这一次,英格拉姆直接抢断,之分现场,国王只好犯规,英格拉姆站上罚球线,两罚全中,时间还剩37秒,国王落后三分,这时候,国王带球过半场,榜眼巴格里一系列挡拆,球又到了雷诺兹手中。 距离比赛结束就剩下了25秒,雷诺兹刚一运球,准备持球进攻,去面对英格拉姆的防守。 长边的龙多,就一直抖腿,小伙子,别紧张啊。 那镜头回放时,英格拉姆差点把球断下来,而场边的史蒂芬村也跟上龙多的节奏,一直跳,气不形彻底嗨了。 最后,英格拉姆都忍不住笑了,有意思的是,龙指导并没有就此下线,并和胡人助教深入探讨了一番,助教听得很认真。